你 你们家挺不方便的 我给希希吃完药之后 想找块水果糖都没有 我一个人照顾她 出门买也不方便 那就往上买呗 希希的腿不方便 我抱着她特费劲 再说了 你们家的厨房都烧成这样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身为希希的主治医生 你也不能什么事都不管吧 秦女士 我已经随叫随到楼 你还让我怎么管 你别走了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行之直 别在这儿跟我装蒜 我怎么不信你听不见呢 我看这沙发挺大的 要不然你去这儿吧 你能不能别想歪了 我是因为希希行动不便 上床下床搬轮椅 我一个女生真的做不来 万一要把她摔了就麻烦了 再说了 要是真有什么紧急情况 县长你也来不及啊 家里需要一个壮劳力 你可想好了 你是公众人物 我留在这儿 确定不会给你有麻烦 只要是对希希好 我没关系 如果你想好了的话 就这么定了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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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